九個九的狗刀 韓仔希望今天跟大家講課 就是講這個IKEA的九個狗刀 韓仔希望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為什麼經常都要出來看展覽 只是看是沒用的 見你和我都這麼愛國 教精你了 領導人鄧小平都講過 摸著石頭過河 那你首先都要摸到石頭 說這麼多不就是抄 要有intention 講動機的 抄襲 改良 最後做到自我研發 嘻 你真是人渣 要學就找個好的對象 IKEA無論是工程和產品設計 都很值得學習的 快點回家 我們一起說IKEA產品好過啦 正式和Octodex簽訂了 Authorized Academic Partner的協議 所以我們創意宣 將會可以頒發Octodex的證書 而今次這個練習 就是Octodex Fusion 360 for beginners 當然就是學Fusion 360 畫3D大家不用擔心 我再講一次其實很簡單 就是由2D 就可以變成3D 今次我們還在用最原始的方法 之後我們會教一些進階的方法 講到最初階 就是最簡單 有Sketch 畫了2D 就可以變成3D 記得我們在Create 找了Sketch的按鈕 然後在其中一個平面按一按 譬如這個例子 我們就選了Centerectangle 所謂Centerectangle 顧名思義就是找到中心 然後把它一拉 變成長方形 完成了 就完成Sketch 記得我們Mouse很重要 三個按鈕 每一按鈕都有特定的用途 包括Pan Zoom 和Orbit 你自己看 和試一下 這次我們也不多說 而我們常用的方法 是有幾種的 包括Extrude Revolve Fillette 和Shell 而這次我們也不會講完 最主要都是做Extrude Fillette 和Shell 不過這次我們用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Pipe 即是喉管 它在哪裏呢 它就在Create 那裏 我們選了Path 即是那條線 然後就按Pipe 好像現在這樣 拉前拉後 再說一次 在Create 那裏 下面找一個Pipe 不懂英文都不要緊 看圖就可以了 好了 說一說鍵盤有什麼要注意 跟你說多一次 其實Window和PC 基本上一樣 除了一粒鍵就是Cmd Shift 大家都會共用 如果Window 當然Cmd 即是Control 那Delete的粒鍵 都是一樣的 即是按Delete 那當然 MacGate 就在Backspace的粒鍵 那裏 Extrude 就是按多了 不按了 Tape 鍵 我們慢慢再講 Tape 鍵很簡單 方形 我想按 1mm Tape 即是鍵盤左邊 1.4 搞定 今次做Exercise 我們去到1.0 正式做一個鏈集 9.9的狗兜 這個是IKEA的一個狗兜 你自己可以買一個真的兜 對著來畫 那就更加學得多東西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IKEA的兜 雖然看上去很簡單 實際 它有很多 產品重要的一個特點 所以我們想大家用卡尺 去量一量它的尺寸 量清楚 你當然可以看我等下那段教學片 師傅經常都教人家拿卡尺去量準 所以你就要學會怎樣用卡尺 我在下面會貼一些連結給你參考一下 看看別人怎樣教 所以你看到平時我們的圖都很清楚 都標尺寸 因為這樣才可以做到生產 做一個專業的產品設計師 又或者你畫一個圖 找人淘寶 幫你刷都可以 而你看到這個圖是一個注索機 即是啤機 當你在一個大量生產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用到這個方法 所以你看到它是啤把型 所謂啤把型就好像梯型 那你的帽子 前後動它才可以跌下來 要不然就絕實 就好像你做布丁 所以你看到這個9.9的狗兜 雖然看上去很直 其實是有道數的 我們叫Draft Angle 好 那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這次會用的四大重要點 我們都想你做一個延伸練習 就是畫一些不同的9.9的狗兜 做多一點自己練習 這樣才學到東西 你看到市面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9.9的狗兜 當然它們不止9.9 你可以看到它們不同的形狀 方便控制狗的食量 你也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Revolve 這個可以提醒你 可能畫得更快 同一個兜 這麼多的方法 看看你用哪個方法去畫 這個我們特意不教你的 看看你可不可以學得到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ColorA夢 教大家3D 按Subscribe和按鐘仔 希望你多看多學 小朋友 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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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裏